财因焦点看到说好的美国景气复苏呢 怎么又乱了阵脚 美国公布的最新就业数据显示 四月份整个美国竟然只增加了 十一万五千个新工作 远远低于外界预期 也创下半年来新低 利空消息让礼拜五 美国三大指数通通中错 道琼工业指数跌了一百六十八点 同时也带衰了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跌破每桶一百美元大关 创下了三个月新低 美股众声响起 就算看台上投资人笑开怀 但收盘表现确实让人笑不出来 美股全面重挫 道琼大跌一百六十八点 NASDAQ跌幅高达百分之二点二五 三大指数连续三天收黑 让美股吓出一身冷汗的罪魁祸首 还是就业情况 虽然美国四月的就业率百分之八点一 已经降到三年新低了 但仔细看一看 新增加的就业人数 从今年一月到现在 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少 四月只增加了十一点五万人 是半年来最小增幅 让市场开始担心 美国的经济复苏 是不是已经失去动能 虽然股神巴菲特对美国景气不悲观 但经济数字却已经乱了阵脚 就业成长减缓 也让油价吓破胆 纽约六月原油期货 一举跌破百元大关 周五收在美桶九十八点四九美元 是近三个月来新低 单日跌掉近四个百分点 也创下五个多月来的记录 无独有偶 欧元区也笼罩乌云 四月份的P&I 从上个月的四九点一 跌到四十六点七 表示景气呈现微缩 恐怕持续到年中 南半球的澳洲央行 甚至把原先预估的经济成长率GDP 从百分之三点五砍到只剩百分之三 外界预计接下来降息的几率还是很高 美国景气复苏 量级的假讯号导致美股大跌 加上欧洲四场重要大选 一连串变动 恐怕都影响着七号台股开盘表现 东森财经新闻 张诚和任凯综合报道